周三将带来12月份美联储会议的更多新闻 让我们通过经济之力来了解更多 上午9点钟将要发布的是12月份 欧元区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最新读数 初步读数显示 该指数从11月份的读数下跌了一个点 主要是由于德国方面增长放缓 9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 11月份英国抵押贷款审批 10月份批准数量增长超过预期 达到8个月高点 同一时间还将发布的是12月份 英国建筑业PMI数据 过去4个月该指数一直在增长 目前处于9个月的最高水平 10点钟将要发布的是受到密切关注的 12月份欧元区CPI数据初步估计 更高的服务成本 促使11月份年度通货膨胀率上升 目前欧央行的目标利率似乎越来越高 格林尼之时间下午7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12月份美联储高度预期的会议纪要 此次会议确实带来了令人期待已久的加息 而会议纪要将继续被详细诊 看一看美联储的下一步计划 晚间10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12月份 澳大利亚服务业指数 由于新订单就业和交货都上升 11月份该指数上涨了6个点 午夜12点半将要发布的是12月份 日本服务业PMI指数 11月份该指数增长了1.3个点 达到了2016年的最高水平 我是杰克艾维特 以上内容为周三的经济日历 下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周四的相关概述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